嗨 大家好 我是彼得彼得彼得豬 今天要有開箱 B160 王者赫里歐 使用者是新主角 阿塞彼卡路 中文 朝日光 他是哥哥 背面的包裝長這樣 台灣又有新零件可以換了 只是要等到6月1號才開始喔 現在跟著彼得豬來開箱吧 看到兩盒表示他有異色版 但是不是上蓋異色 是鐵異色 這次彼得豬要做一個大檔的嘗試 就是一次開兩盒 來吧 來 跟著我一起唸 彼得彼得彼得豬 沒有 我的心揪了一下 開箱 B160 超王主角 王者赫里歐 超王的新結構 請看這張圖 第一位操作左迴旋的主角 有五個刃 從側面看的話 非常的高 翻到背面可以看到兩個透明機關 我們往上翻 他就可以拆解出 赫里歐上金盤 又可以從中間拆解出核心 可是他不會掉下來 因為需要一點技巧才可以把它拿出來 轉一下 喬個角度 拉出來 上金盤比GT的還小 背面的結構也完全改變沒有寫格 但是換來的是重要的兩根柱子 為什麼說重要呢 因為他們會影響到緊實度 這個柱子越短 然後這一片越厚 就會大大的提升緊實度 所以超王的上金盤 擁有比血格還重要的東西 而這一片王者盤 就沒什麼重要的地方了 真要說有的話就是 這兩個鋪點 不要讓它斷掉 不然上金盤就沒辦法組裝了 各位請看 太爾芬大小洞 我們這兩根就是要從大洞裡面穿過去 然後再朝它的箭頭方向轉 扣住那兩個小凸點 實際操作 插進去 朝它的方向轉 就完成了 然後進行組裝可以嗎 沒問題 只是一打就爆裂 因為它缺少一個重要的血格零件 就是這個一體成型的一滴鐵 血格藏在這裡 組裝方法一滴朝左右 眼睛看右邊 上下做結合 壓住 就完成了 這個厚度 這個可動結構 根本就是惡夢神槍 所以它不能裝電動軸跟GN軸 但是只要是這個構造的舊零件 通通都可以組裝 可是不用擔心 只要你有買161的ES 它就可以做切換 就會變成我們熟悉的厚度 任何軸心都可以隨便你換 而王者赫里歐搭配一滴的時候 可以變換出兩種模式 只要你把一滴轉個180度 就可以了 接著換新商品 ZN軸 底部可以轉 而最底部跟G軸一樣 都是屬於尖尖的塑膠材質 高度跟一般軸心差不多 不要被它的外表給騙了 緊實度測試 哦 很緊 跟異色赫里歐一樣 都是8.7分 既然你都來了 來讓觀眾猜一下 你們有什麼不一樣 提示 三個地方不一樣 5 4 3 2 1 答案揭曉 第一 銀色部分變成金色的 第二 貼紙的藍色變紅色 第三 上金盤動畫版沒亮粉 一色版有亮粉 隱藏光卡 一滴顏色也不一樣 動畫版沒亮粉 一色版有亮粉 隱藏光卡 2 軸心也是動畫版沒亮粉 一色版有亮粉 你答對了嗎 而王者赫里歐有攻擊模式跟防禦模式 這兩種模式對答誰比較強呢 開始 太快了 判定同時爆裂 來了來了來了 那個 ZN走 咬到邊緣之後 會爆衝耶 然後立刻到中間 穩穩的搶中間 再抵消了 這一場是 攻擊 還是防禦呢 看樣子 攻擊比較不穩喔 結果是 攻擊先得分 防禦 防禦擊飛得分 分出勝負吧 我們是打2分的 因為後面 很多對手在等著排隊啊 跟我們的新陀螺打 這個側面圖 兩個在互相抵消 來喔 分出勝負 究竟是10沒刃 還是5沒刃 可以贏得勝利呢 10沒刃 獲勝 那就把它變成10沒刃 來挑戰GT陀螺喔 讓你常常永遠不滅的主角威能 超王獲勝 等2、4、5號有新的我再來挑戰你 接著讓你常常鋼鐵出角的厲害 3積打 深空爆燃機 這樣子猛攻猛打 還不會爆 猛打 還不會爆 結果是 天馬爆裂 赫裕獲勝 来吧 让你尝尝战斗鲁鲁的十足 龙骑士的威力 怎么会突然爆裂 合理哦 获胜 你的猪 看在我是元老的份上 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龙哥都开口了 当然没问题啊 猛攻 猛攻 跳啊 猛攻 猛攻 超王 赫里欧 赫胜 好残忍哦 我的ST铁被削弱了 削弱 谁叫我 削弱的猪 神枪 1比0 好凶哦 好凶哦 哇 哇 哇 好猛烈的攻击 但是 赫里欧转停得分 哇 这是 同时爆裂 哇 承受 神枪的猛烈攻击 然后又起死回生 太猛了吧 超王 赫里欧 会不会赢得胜利呢 太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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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获胜 这小伙子挺猛的嘛 哎呦 差点遗忘超力主角 哇 哇 勇士飞几飞 1比0 上来啦 勇士 爆裂他 哎呦 集飞 1比1 加油 勇士 集飞他 哇 这个防御力 超猛的 加油 而且 有没有被吸中呢 加油 结果是 赫里欧 获胜 终于轮到我GT主角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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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里欧 1比0 来啦 哦耶 哦哦哦 衝啊 超绝天龙 1比1 哇 同时出界 哇 哦哦哦哦哦 爆 好激烈啊 这样还不会爆吗 哦 超绝天龙什么时候 这么威猛了 竟然没有爆裂的画面 能不能转赢呢 啊 没有 恭喜赫里欧获胜 可恶 看我变身 再来挑战你 哇 这是什么 太威猛了 瞬间被爆 比得住 再给电动走一个机会好不好 一王 那就让我来替伙伴报仇吧 厉害 来吧 来吧 爆裂吧 哎呦 哦哦 好激烈的工坊啊 恭喜 yay 破坏神 1比0 哇哦 哇 快神 快神 吓到 炒出去了 1比1 关键局 加油 哎呦 結果是 赫里歐獲勝 怎麼可能 彼得住 讓我變成左迴旋來挑戰他 好啊 我也想看 我怎麼突然看到 暴走兄弟 一藍一紅 在場上奔馳 竟然變成持久賽了 赫里歐 破壞神 誰先拿下 破壞神 伊餅 破壞神 赫里歐 復活了好多次 太神了 他的復活力 回來這麼多次 加油 赫里歐 結果是 1比1 關鍵局 同時籌戒 再一次 關鍵 10 4 爆裂 好乖啊 破壞神 你已經輸了 恭喜赫里歐 貌神 GT小魔王來領教你 去吧 中焰龙神剑 敲不出去耶 这个防御力 太威猛了啦 抛王主角 完全不给GT 转型耶 1比0 怎么可能 竟然会转输 中焰龙神剑 还被敲出去 恭喜 灭尸神获胜 胜利来得太突然 让我好惊喜 你的猪我不信 让我家埋藏 主角说了算 出去 出去 哇 这个 灭尸神 变得好威猛啊 他本来就很威猛了 来 战斗盘变得好脏啊 这个EVL大叔走 持久力 要返回城 逃回圆面 还是灭尸神 获胜 哇 我的克星出现了 输给了小魔王没关系 大魔王才是重点 在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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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加油 创世神 这个高度 还是那么一样的高耶 天啊 轻松1比0 秒数 恭喜 创世神获胜 可以哦 别难过 我们是要享受战斗过程 而不是只有在乎胜负 前辈我明白了 来吧 1比0 加油 巨神 1比1 关键局 加油 巨神 贺利欧 恭喜贺利欧 获胜 很棒哦 就是这样享受战斗的过程 才能玩得开心 谢谢前辈 最后来挑战 结构很像的噩梦神枪 哇 喵爆 合理哦 获胜 你的猪太快了啦 我的粉丝会哭哭 好啦 再打一次 这次 撑比较久了 恭喜 贺利欧 获胜 好吧 我输得心服口服 等我6月出了超王神枪 再来挑战你 加买一场大家的福利 太快了 阿赫里欧 太快了 阿赫里欧 哇 魔龙的画面好少哦 没关系 等我5月出新的陀螺 再来挑战你 好啊 没问题 这是我的荣幸 新的分享 王者贺利欧的表现 比我想象中的还威猛 太扯了 原本以为新系列的新陀螺 应该都会被爆得很精彩 结果反而是 赢了好多老前辈 看来真是后生可畏 对了 来实测一个都市传说 我们只要赫波龙跟王者 然后把他翻过来 结合下去 就会变着这副模样 再跟一逼做结合 翻过来可以看到血格非常的突出 那两根柱子很短 正常的赫里欧血格是平平的 正常的王者赫里欧紧实度 我给8.7分 不正常改造的王者赫波龙 哇这个紧实度 超紧 由此可证 这两根的长度影响超大 但是这个造型真的很丑 还是正常组装比较帅 那这次的开箱就到这边哦 谢谢大家 再见